Functional Programming in Java Hello,大家好 我是谷君威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Functional Programming in Java的主题 我现在是在Garmin 担任Software Developer 自己最近也在做Podcast 谷谷说 大家可以在Apple Podcast 或是Spotify或是YouTube上 Follow我 好,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 就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 in Java 那在Java 8 在Java 8的时候 Java它增加了一个很大的更新 就是在Java中加入了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用法 那Stream呢 就是Java 8那时候加入的新的一个class 那可以看到左边 左边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个传统的for loop 那这个for loop呢 它其实就是满直观的 它去for loop的这个apple list 然后如果这个apple list里面的 apple的颜色是红色的话 那它就加到这个redapple list里面 那左边就是我们长期 目前Java比较传统长写的for loop 那右边呢 就是使用了Java 8的新增加的这个string 缩写出来的code 那可以看到 在filter这个方法里面 传入了一个apple 然后箭头 然后apple.getColor.equalsred 那这个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function 所以在Java 8的string里面呢 它是会把一个function 当成是一个参数 传进一个method里面 那我们说把一个function 传进一个method里面 这样子的codingstyle 就叫做functional programming 那所以了解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定义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探讨说string它的用法跟原理 不过在我们digging to string之前 我们可能要先知道两个比较重要的特性 一个是behavior parameterization 就是行为参数化 然后第二个是lambda expression 就是lambda表达式 那我会先分别介绍这两个东西 然后我们最后再来回到string上去看说string它的用法 跟达到效果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先来一个scenario 假设现在有一个apple class 那这个class里面呢有两个variable 一个是id 然后一个是color 就是蛮直观的 去记录说这个apple它的id跟它的颜色 然后右边是会initialize一个apple list 那这个apple list里面就是有四个apple 那这四个apple分别会给它颜色 所以在这个apple list里面 就会有三个红色的苹果 跟一个绿色的苹果 好那第一步是假设pn今天说 他想要我们去筛选出绿色的苹果 那我们通常会写出这样的一个程式 就是我们写一个方法 然后input是apple list 然后我们在这个apple list里面去for loop它 然后如果它的任何一个apple是绿色的 就把它加进result list里面 然后把它回传出去 这个应该蛮直观的 好那假设pn今天又进阶了 他说他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颜色 去筛选出苹果 那这其实也蛮简单的 就是我们只要把刚刚的method修改一下 把color当成是一个参数传进来 然后如果这个apple list里面的某个apple 的color是等于传进来的这个颜色的话 那我就把它加进result list里面 所以它的usage就会像是下面这样 green apple list 就是你把green这个颜色传进来 到这边都蛮简单的 好那接下来稍微有点变化 那假设pn这时候又说 他希望可以透过颜色和重量来删选出苹果 那基于刚刚我们已经写出了一个filter apple by color 这样子一个方法 那个程式比较小 不过那个detail不是重点 那我们刚刚已经写出了这样子一个filter apple by color的方法 所以我们可能会想说好 那我们再写一个filter apple by weight 然后把这个weight也当成是一个参数传进来 那所以假设今天pn他想要找出红色 然后又很重的苹果 那我们的用法就是这样 首先先去call这个filter apple by color的方法 先找出红色的苹果有哪些 然后再把这个红色的苹果的这个output 把它把它当成是filter apple by weight的一个input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透过连续call这两个方法 也能够去找到说红色而且又重的苹果有哪些 那这时候pn又来了 他说他希望你可以用不同的维度去删选苹果 我们刚已经有了颜色跟重量 那pn他可能会想要更多维度 比如说颜色重量品质 还有是谁是哪个卖家去卖这个苹果 那我们第一个比较直观的solution 可能就是我们去写很多刚刚的那种filter apple by 这种method 那在使用上呢就会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会需要把上一次method的output 当成是下一次filter method的input 但其实这也是一个解法 他不是做不到 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这个解法 那第二个解法呢就是做他这什么pnt 有什么奇怪的需求 那当然这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那第三个方法呢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 用strategy的design pattern去解决这个 不同维度的动态的问题 那策略模式呢它的用法是你必须要先去新增一个interface 那这个interface就叫strategy 然后它只有一个方法叫做test 那这个test的方法呢它的input 会是一个apple 然后它的output会是一个booling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参数从color 转换成一个strategy 然后在fold loop里面呢 我们改成是使用这个传进来的strategy的test 用这个strategy的test这个方法去检查说 它这个strategy认为这个apple是通过的还是不通过的 等于说我们把检查这个apple的判断条件 交给了去implement strategy interface的那个object来做 那所以如果是刚刚的那个例子的话 就会长得像这样 就一样是这个strategy的interface 然后有个test的方法 那假设今天我们想要找出绿色的苹果有哪些 那我们可能就写一个新的class 叫做green apple strategy 然后去implement这个interface 那我们就在这个里面的test方法去注明说 如果apple.getcolor.equalsgreen的时候 那它就要回传出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把这个方法呢 把它改成是像下面这种使用方式 就是我们把 一样是把apple list传进去 但我们下面第二个参数 传的不是weight也不是color 而是传一个strategy进去 那这样子 就会像刚刚上一张投影片这样 它就会去使用传进来的这个strategy的test方法 去测试说里面的apple 是不是应该要被加进result list里面 那所以这样我们其实就可以解决 刚刚pn它说的那个问题 比如说今天我们还有一个 它想要找出说红色 然后又很重的那些苹果们 那我们就可以写出 再写一个新的class red and heavy apple strategy 然后它一样是去implementstrategy这个interface 那它在这个test方法里面呢 它就去实作说它想要达到的判断是 比如说它会希望apple的getColor 要是红色的 然后它还希望说它的apple的weight 是要大于100公克的 那它的使用方法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可以去使用我们刚刚改写的那个filter apple by strategy 然后把red and heavy apple strategy这个class 这个object把它当成第二个参数传进去 那所以我们这样子就能够去解决剛剛pn要的那个问题 假设你今天想要增加很多维度 那我就再new一个新的class 然后去implement这个strategy的interface 那我就在那个新的class里面去写说 我这个strategy它要针对哪些判断师去做判断 然后我只要把这个新写的这个class 把它丢进这个filter apple by strategy的这个方法里面 那我就可以找出任意你想要什么维度去组装都可以 那其实这样子呢 我们已经在做行为参数化这件事情了 就是我们把要判断apple的这个行为 当成是一个参数传进去 那要判断apple这个行为 就是刚刚前面讲到的这个strategy的这些class 就是在定义说 每一个不同的strategy的class 都是在定义不同的行为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想要的行为 然后把你想要的object 你把你想要判断的strateg 把它当成第二个参数传进去 好那刚刚那一步是转变最大的一步 那接下来就是稍微我们再把这些东西再做变化一下 像是我们刚刚有说到有一个interface strategy 然后有一个green apple strategy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new一个class 然后把这个class丢进去 那其实它是可以弄成一个anonymous的class 就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扫定一两个class 那这个其实是现在java 8以前就有的用法 那刚刚把这个方法简化成使用匿名类之后 我们可以再对它做一些转换 那这个转换就是land expression 那可以观察一下 我们刚刚做的这个filter apple by strategy 它的那个后面的anonymous的class 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没有意义的是重复的 像是灰色底的这一部分 你可以看到说上面这个是要去找出绿色的苹果 然后下面这个是要去找出红色 而且又轻又小的苹果 那它们两个具体的差别只有在return后面的那个判断式而已 所以上面的这个new strategy 什么override的这些class的方法的定义 其实都是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真正在意的是return后面的那个判断式 所以land expression就是秉持着这样的想法 它就是希望说那我们就把这些不必要的东西都删掉吧 所以它这个anonymous的class 它就可以简化成下面这样子的写法 就是第二个这个参数 它就可以写成是下面这样子的写法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就是把anonymous的class 转换成land expression 那land expression 它是在java8中跟着stream一起出现的新的feature 所以其实如果你在java8以前 你是可以写到上面那样子的样子 只是你不能转换成下面这样 那是在java8出现了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在intérieur这一中转换成下面这个样子 那land expression呢它的理念就是写 write less code read less code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上面那一个是传统的使用anonymous class 去写的一个使用方式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呢就是只保留了最精华的部分 那些new strategy overwrite annotation 那些全部都删掉了都不需要 我只要看最精华的部分就好 所以这是land expression它的精髓 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写下来 那land expression呢它有分成 它这个land expression的写法它分成三个部分 分别是参数然后箭头跟后面的表达式 那参数跟表达式中间一定要用一个箭头隔开来 那我们可以先讲参数的部分 那在参数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是land expression的参数的名字 是可以随意取的 就你只要前面取了什么 然后后面箭头右边用了什么 只要两个一致就可以了 所以像是它就可以取说input的参数是apple 那箭头右边就写apple.getColor 那它也可以是在左边写a1 那右边呢只要一样使用一样的名字就可以了 那个名字是可以随便取的 然后第二点是如果你没有参数的话 你必须要用一个小括号来代替 然后第三个是如果你有多个参数的话 你也要用小括号把它夸起来 要表示说它们两个是一个一组参数这样 然后在land expression里面 这个箭头它的作用就是隔开参数 跟表达式这样子的用法 那在表达式这边就稍微有点复杂一点 那表达式它其实注重的是说 它想要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把它省略掉 所以像下面这个地方 左边那个anonymous的class 跟右边这个land表达式 它们两个所表达的效果 带来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这边有一些小细节要注意 比如说如果你的表达式是单行的话 那你就是不用写出return 也不用写出后面的分号 你只要把你中间那一段 aple.getColor.equalsGreen 这个地方写出来就好 但如果你的表达式今天是多行的话 比如说像左边那个anonymous的class 它在这个test的方法里面就写了比较多行 它虽然说这个写的也不一定要这样写 那我是为了让它有多行才硬这样写 那如果当今天test的方法里面有多行的code的时候 我们转换成右边的land表达式的话 你就必须要先用一个大括号 把expression给夸起来 然后里面呢 就要去把这个body把它完整的写完 就是等于是land表达式呢 它在单行的时候 会帮我们去省略return跟分号 但是在你的表达式有多行的时候 它就是不会帮你省略 所以你要自己去把里面的东西给补足 好 那我们讲回到string 就是今天要讲的string 那string呢 左边是正常的for loop 那右边这边就是string的写法 那中间那个apple 然后箭头apple.gitcolor.equals read 这个地方就是使用了land表达式 然后还有行为参数化的这两个概念 那string呢 它其实可以观察一下 你看左边呢 我们会 左边的阅读方法是这样 我去for loop了一个apple list 然后如果某一个apple 它是红色的话 我就把它架到一个 那个redapple list里面 就是它的这个程式整体的读法 会是这样子读 那在string里面呢 它就是不希望你用programming的思想去写code 它希望你用写文章的方式去写code 所以在右边这边你可以看到 apple list.string 然后它后面接着点filter 它的意思是说 你告诉string说 我要筛选出什么样条件的苹果 然后点collette 就是把这些苹果筛选出来之后 再把它收集起来 所以string跟classic for looper 它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就是 string它想要传达的理念是 你不要再去写programming code了 你就是告诉我你想要干什么事 然后你用文字的方式 用可能比较语言 人类语言的方式 去把你的程式写完这样 那这个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这个 点filter的这个method里面 它就是填lambdaexpression 那其实这个地方你要填anonymous class 也是可以的 那因为它们两个是完全是等价的东西 所以你如果这个地方 你要在用string的时候 你不想用lambdaexpression 你只想用这个behavior的参数化的话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是为了简化 我们通常在使用string的时候 一定会一起使用这个lambdaexpression 然后有一些事情要就是有一些点要补充一下 string呢它其实算是一个advanced iterator 就是说它其实是不会去存data的 它就只是去go through 那个datasource里面的每一个data而已 那在string里面呢 它有两个比较重要的feature 那第一个是pipeline 然后第二个是internal iteration 那接下来我就分享一下 这两个重要的特性 它们分别代表的意义是在哪里 那首先是pipeline这个feature 那左边这边呢 就是一个可能有点小 那左边这边呢 是一个使用string去进行 三选啊转换的一个写法 那它其实可以把它想象成右边这张图 pipeline呢就表示说string 它其实是一个流水线的在执行 像是我们假设一开始先执行menu.string的话 那它其实是先取得这个menu data source的iterator 然后当它执行下面这个点feature的时候 它就是去执行下一道指令 所以它的每一个指令呢 都可以透过点的方式 不断的串在一起 然后你就可以想象 你这一整段程式 它是在进行一整串的流水线 去帮你把你想要的事情做完 那最后呢 再把这中间经过流水线 不管是筛选或是转换后的结果 再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把它当成是一个新的collection 然后返回给你 就是我们左边的程式的意思是说 先找出那些菜肴的卡路里大于300 然后再把这些菜肴的名字找出来 那所以这个nance它里面的data呢 就会是我们找出来的卡路里大于300的那些菜的名字 这样子 那所以说在刚刚的那一段程式里面 string它其实是扮演了一个流水线的角色 那在流水线里面呢 它有分两种不同的operation 就是第一种是intermediate的operation 然后第二种是terminal的operation 那intermediate的operation呢 它们是可以任意组合交换的 就是你可以点filter 然后再一个点filter 就是疯狂的点filter.map 还有点limit都是可以的 那这些intermediate的operation 它们之间呢 就像会就会像流水 就像刚刚那张图一样 就会像流水线一样 把整个string的pipeline串在一起 那这个terminal operation呢 一个string里面只能有一个terminal的operation 那这个terminal的operation 就是把前面流水线经过之后 剩下来的那些elements 把它收集起来成一个collection 然后把它返回给你 所以它这张图 其实可以画成这个样子 menu是我们的data source 然后这个data source呢 它会经过一连串的intermediate operation 就是流水线的中间这些过程 去把想要的elements把它找出来 然后最后我们再使用这个terminal的operation 把这个流水线里面还剩下来的object 把它收集起来 那在string的intermediate operation里面 有几个比较常用的为了列出来 那它其实不止这些啦 它还有 还有蛮多intermediate operation可以使用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这边就不一一列出来 那最常用的还是第一个filter 那filter它的用法就是去筛选元素 把想要的元素留下来 那其他的就过滤掉了 那第二个常用的是map 那map呢它是将string中的元素 转换成另一种元素 那刚刚那张图 这边可以看到说 在上一个地方点filter的时候 这个elements它还是正方形 但在执行了.map之后 就存放在string里面的那些elements 就变成了圆形 那map呢它就是在对这些类型做转换 在对string里面的类型做转换 那filter很常用 因为map也蛮常用的 然后接下来limit跟skip 它们两个其实是一组的 就是它们两个代表的意义是互补的 像limit它是取前n个元素 然后skip呢它是 它是跳过前n个 从第n加1个元素开始收集 那limit跟skip呢 比较常使用在要做page的时候 就可能第一页要呈现1到10笔 然后第二页要呈现11到20笔 那在这种时候 就会使用到limit跟skip 它们两个人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intermediate operation 这个就大家有空可以再去查一下 那针对刚刚提到的那四个intermediate operation 我这边可以留几个例子 来比较具象化的了解一下它的用法 跟它所呈现的效果 那第一个比较常用的就是filter 这个intermediate operation 那它这个点filter的方法里面 要接受的是一个参数是t 然后返回值是boolean的一个lambda expression 那这个filter的方法就是 可以把想要的元素筛选出来 所以像是在上面的 本来有六个嘛 本来的menu string有六个 那经过filter之后 它可能就会只剩下四个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比较常用的是 就是map这个intermediate operation 那它的这个方法里面 要带的参数是一个t类型的 然后返回的类型是一个r类型的 所以map它就是在做转换 所以你的input是 你的input比如说可能是dish类型的 但你的output可能就会是string类型的 像这边它就会把正方形的这个dish 然后转换成是string类型的菜额的名字这样 然后limit它里面是 另一个用法比较简单 它里面就是输入一个integer 然后它就会去把这个string里面 剩下来的elements里面取前三笔 取前N笔 看你这个n想要设成多少 就取前N笔 然后把它收集起来 那skip就是互补嘛 像这个地方 它skip也是 参数也是一个integer 然后像这个skip它的参数就是2 然后它就会去略过前两笔 从第三笔开始取 这个图它的左边 左边是 从左边开始 然后往右这样 所以它等于是先略过了左边的这个两笔 然后从第三笔开始取 然后取完之后就把这个 剩下的elements把它收集成一个 data source 传回来 然后再来是terminal operation 那terminal operations有两个比较常用的 第一个是collect 那collect就是把stream里面的 经过流水线还流下来的元素 把它收集起来成为一个集合 就成为一个data source 然后返回出来 那我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自己之前采的一个雷 就是collect呢它其实是会去new 一个新的data source出来 所以说当你经过strim 然后使用了collect之后 你取得的那个list 其实是一个全新的list 跟原本的那个apple list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这个是我之前遇到过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比较常用的terminal operation 是findfirst 那这个是可以去取得 strim中的第一个元素 但是这个findfirst方法 它会返回的是一个optional类型的 optional范形T的这样的类型 那optional它其实也是java8 才新增的一个新的类型 它是表示说它想要去处理 java会出现no pointer exception 就是这个问题 而设计的新的类型 那在strim里面其实也有一些terminal的operation 会去返回这种optionalT 这种范形的类型 不过optional它展开下去又会有点多 所以我这边也没有列optional相关的介绍 所以如果用到findfirst这个stream方法的话 可能还要再去看一下optional这个方法 optional这个类型的使用方法 那我把刚刚提到的terminaloperation的collect 它把它举一个例子 那像是在上面这一段扣 它经过了.filter跟.limit 这两个intermediate的operation 就经过这个流水线之后 它最后就会到collect这个terminaloperation 然后把还留在stream里面的这些element 把它收集成一个list 然后把它返回就是dishes 那这个collect它也可以返回map 然后好像也可以返回set 好那stream它有两个feature 第一个feature是pipeline 就是刚刚介绍的这个 每一个operation会像流水线一样 然后这里面的元素 都会一一的通过流水线去做检查 那stream它的另一个feature 就是internaliteration 那还是刚刚那个例子 就是左边是一个classic的for loop 然后右边是一个使用stream 新版的写法去写的程式 那左右两边它们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都是去找出红色的苹果 那stream它 传统上如果我们是写传统的for loop的话 如果我们要对这一段code 进行multi thread的话 就是要平行处理这一段 这一段找出红色苹果的这段code 那我们可能就要先去 自己先去create一个thread pool 然后去create一些job 把这些job加到这个thread pool里面 然后你在找到苹果 要把它加进result list的时候 你还要去使用synchronize 对它做检查 免得你们可能会同时的加入 然后导致你的list的问题 那如果你是在stream的话 你如果想要让这一段程式 让它执行的更快 用multi thread去执行 你只要把.stream 改成使用.parallel string就可以了 那这个之所以能够只改一个方法 就让它可以直接平行化处理 就是因为stream它的internal iteration的feature 可以透过这张图来比较明显的了解 internal iteration它的整个概念 像是下面这张图 在左边那个方框collections里面 它里面会存放elements 然后我们以前的写法就是 把这些elements拿出来 然后我们自己写个for loop 然后自己去把它找出来 想要的那些苹果 那等于是我们是自己去维护 这段for loop它的正确性 跟这段for loop它的平行处理的方式 那string呢它是使用internal iteration 等于是在string里面 你不需要再去 在string里面已经没有for loop的概念了 你只是告诉string说 你想要做到什么事情 那string它就会自己去帮你做到 那也因为string它其实 变相的等于是 控管了很多的权力 它会自己用自己的方法 去对datasource里面的elements去做操作 所以我们就可以使用直接改一个 把.string改成.parallel string 只要这样子改 那string它就会知道说 我们想要平行化的去处理这一段程式 所以它就可以用它拥有的权力 去帮我们做处理 那这个特性呢 它其实帮的忙还蛮大的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在做平行处理的时候 如果想到要写simple 还是想到要写simple 其实一般人就 不会太想去做平行化 但是如果今天使用的是string 然后我发现bottleneck 可能是这段code的话 那我就可以直接用一行方式去改它 然后我就可以去测说 到底这段code 是不是我想象中的bottleneck 这样子 如果java8它有提醒大家 就是这个.parallel string 也不是万能要 就不是所有的地方改成.parallel string 都会让你的.performers上升 因为其实它.它虽然是string去帮你做平行化处理 但它实际上底层也是使用一个.threadpool 去maintain这个中间的一些交错 所以java是建议说 除非你真的很认为 这段code是你的bottleneck 然后你有必要增进performance的话 你再把.stream改成.parallel string 这样子 不过我个人觉得 在backend的世界里面 比较少会真的需要用到parallel string 因为大家的bottleneck 应该还是在dp比较多吧 之类的 对 所以这个可以 就是了解 就是它的用法是这样 那可以再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来解释internal iteration这件事情 那刚刚 一样是刚刚的流入水线的code 那上面呢 是会先取得一个string 就我们阅读程式会这样 它会先取得一个string 取得这个iterator 然后去经过filter 然后经过filter之后 再经过limit这个流水线 然后最后再把它收集成一个list 就等于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以为string它其实是一行一行做下来 先把第一层执行完 然后再把第二层执行完 然后再把第三层执行完 这样子 但其实实际上呢 string它是纵向的来执行的 就是因为string它是internal iteration 所以其实它里面要怎么处理 我们是不需要关心的 那string它为了去optimize这种程式的写法 它会比如说你这里有个点limit3 那它就会一笔一笔去踹完整个流水线 只要它一找到有三笔 data是符合的 它后面的那些elements都不会再去踹了 所以它就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它就可以去快速的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这样 就比如说你这个menu里面有可能两三万个elements好了 它可能只要找完前五百个 它就已经找到三个data出来了 那它后面那个一万五千个人 它就不用再去做了 好 那说了这么多 那使用java8新增的这个string 它的好处到底在哪里 那可以 其实可以总结成三个方向 那第一个方向呢 就是我们可以写更少的code 然后我们可以阅读更少的code 因为其实读code的时间 是大于写code的时间的 那第二个 比较第二个的好处呢 是我们可以很轻易的 就对一段code去平行处理 我们只要把.string 转换成.plural string 就会比以前还要去自己 maintain一个thread pool 还要自己再去做synchronize 来的简单一点 那第三个呢 就是如果你在你的java里面 使用string这个feature的话 你就可以在java这个op的世界里面 去享受functional programming 所带来的效益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其实在前端用的蛮多的 那java它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java8 也想要加入这个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feature 让java的developer也可以 去享受到使用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 这些coding style的想法 是要怎么写这样 好 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有人有问题吗 请问有人有问题吗 那请说 我想请问一下 所以在刚才有提到说limit 所以有加limit的话可以增加它的效能这样子吗 就是因为它只会找前面gb 所以有时候如果在实时步上使用的话 会特别去用limit去提升效能吗 还是会有其他的做法这样子 这个limit是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说string它其实会去optimize它的运算方式 并不是我们想像的一层一层的流水线执行下来 那linear跟skip最常用的还是用在paging那里 就是你做分页你第一页要呈现1到10笔 第二页要呈现11到20 比较不会因为少年的关系 就去limit它 嗯 好谢谢 嗯 还有人有问题吗 欸哪里有一个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我在网路上看到一个说法是说 就是建立string的时候会有个基本开销这样 所以说可能对于比较小list就不适用 但我不知道这是真还假的 嗯 我是有在网路上看到说 如果当你的list可能到100万笔的时候 你还是用传统的for loop自己去做 你的速度会快一点 那至于你说的 嗯 当你的list比较小 用string还有没有这个必要性 或者用string会变慢 那我其实也不知道正确的答案 不过就算有变化 我猜应该也不会很大 所以如果是因为这些小的变化 然后就不用string的话 可能 可能说服力会有点小 对 就是不用太在意 因为这些小效能的叼 然后就 考虑不用string这样 嗯 我想请问一下 就如果用 呃 这种连续的操作 那假设中间有一些bug 那要debug的时候 是不是要再把这些操作做拆解 才会 比较方便去debug 不然有时候有些错在中间 然后看不出 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对对对 string一开始 真的有被人诟病说 因为它全部都是流水线 所以你其实不知道 它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只能找到最后的result 那intelj 已经有 对这种 string有特别做debug的方式 那 但我现在可能 要回去再找一下 或是你可以问 哪个 甚佑大大 对 但你可以上网找一些 那个 string的debug方式 只是有的 不是像平常那种 平常可能是step by step的debug 但是string的话 你这样debug 會debug不出来 所以 要找错误的话 要用intelj 特别的另一个按钮去做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